社会中的怪象 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穷 嗨 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社会中的怪象 在当下国家各方面政策越来越好的时候 汇集民生的政策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大众百姓为什么反而越来越穷 虽然统计的人均存款数字越来越多 可我们为什么不敢消费不敢花钱 除了身在体制内的群体之外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感觉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跑越吃力 为什么老是托国家的后腿 在努力怎么都没有达到了一个财务自由的状态 细思之后反思之下的原因主要大概有以下几点 如果你觉得我没看到本质 感谢在视频下方告诉我谢谢 以前都买房了 自己买解决住 为而了买 准备结婚娶媳妇 就怕房价涨了再涨 以后再也买不起 看着人人家家感觉放在房子上的资产 让自己身价不菲 但首付家贷款 已经掏空了很多家庭N个钱包 所以导致大家口袋空空 没钱消费没钱花 钱都压到房子上 是我们穷的第一大原因 二汇民政策和补贴看着很多 但其实落到老百姓身上的实惠太少 如重量补贴都让重量大户瓜分了 普通老百姓进城打工了 把地租出去也就挣个千儿八百 留守的老人等只能房钱屋后种个菜 想重量既没能力也没有资本 三补贴看着很多 但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体制外的 第一感觉是城乡居民医保年年涨 听到的是政策多好多好 但每年必交的医保一分少不了 所以感觉压力挺大 特别是在广大农村 一家几人加起来 收额就会很大 交起来很吃力 自实体店大量关门 被电商逼得没有办法 没有活路 如西安最近沸沸扬扬闹的 国美关门事件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么大的国美都干不过电商 一般小打小闹的老百姓 开个店更是雪上加霜 五看着医保个人补助年年提高 但医院论手费重复检查 过度检查让很多人吃不消 导致看个病如被扒皮抽筋一样 特别是有病的时候 必须住院否则打个点滴 挂个针都弄不了 不办住院手续 很多病自己掏钱真是吃不消 看不起让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 特别是面对看病的事 而且看病很多补助都转了一圈 进了医院的腰包 老百姓感觉不到真真切切的实惠 去药店买个药 贵得不得了去医院看病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也是导致我们贫穷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原因 六买个车养起来太费劲 而且电动车出门也非常担心 到处都是交警在查 感觉出个门 欠了交警都跟老鼠见猫一样 就怕开车出门被贴条被罚款 养个车一年上万元 让人感觉虽然开着车 像是个富人 但是背地里还是个穷人 如最近河南商丘治理三轮车的事件 以及近期交警富商 躺在地下没人管的事件 等等都反映出了 我们交警和百姓真的成了对立面 罚款罚得大家见交警很害怕 特别害怕 你说这些好的政策 怎么就没有落到实处 让老百姓出行切切实实 感到一些实惠啊 其一还有一点 环保和创委把中微小企业 给查来查去都查怕了 城管把摆摊的也给折腾的 建了城管就吓得直哆嗦 另外贪官摊起来都是成千成万 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钱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下个馆子 吃个饭上街买个菜 都要斤斤计较 所以大家感觉自己越来越穷了 老是拖国家后腿 心里特难受 大家说怎么办 有啥好办法 请大家把你们的见解 打在视频下方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方便查看以往视频 再见